大家好,欢迎来到魔法研究所,我是佳佳 今天跟大家研究的是一个魔术叫Prison Deck 中文名字叫监狱扑克 是Jal Miranda的作品 这是多位国际知名魔术师极力推荐 监狱扑克是一个实用的魔术道具 不管你的表演风格是轻松、搞笑、还是神秘、莫测 它都可以让你的表演变得不一样哦 魔术效果方面 观众无论如何努力尝试 都不能把一副平平无奇的扑克牌 从盒里拿出来 但是魔术师可以很轻松的把一整副正常的扑克牌拿出来 双方可以不断的交换尝试 很神奇的就只有魔术师可以把扑克牌拿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场效果 因为过后你可以用一副完整正常的扑克牌来表演其他的魔术 这一个魔术包含网上教学和道具扑克牌一个 教学片长14分钟20秒 当你知道魔术背后的秘密 你就可以轻松的把扑克牌从盒里拿出来 你只需要自备一副平常用到的扑克牌 不需要另外购买任何东西 表演的角度大约180度 可以双手或单手操作机关 道具是耐用的塑胶材料 观众在正常情况底下是不可能把盒子撕破的 但是除摸上去的感觉和平常的扑克牌盒子没有太大的分别 有一些东西大家要注意 道具盒子是Bicycle品牌的图案 道具盒子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放56张正常的扑克牌 道具盒子比正常的扑克牌盒子长 但一般的观众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同 道具盒子所采用的材料是塑胶 所以如果用脏的话是可以用水来擦干净的 你会需要一点时间去练习 才可以自然表现出示范影片的效果 我不建议长时间让观众拿着道具 最好不要超过30秒 盒子只可以在扑克牌拿出来之前给观众检查 拿出来后要尽快把盒子拿开 或者表演下一个魔术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道具 如果弄不见的话 自己绝对是没有办法制造一个出来的 这一个高品质的道具 可以轻松的加进去你日常的流程 让魔术效果变得更加神奇 在这里我想要感谢MurphysMagic的帮助 让我可以为大家带来这一个魔术 如果大家对这一个魔术有兴趣的话 请到各大MurphysMagic的特许经营魔术店购买 谢谢你们的收看 不要忘记关注我的视频和留言给我 下次再见